廉刀脖子粗 我就是火夫 大家好 小胖又来了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不是一道菜品 而是在我们西南地区居家必备的一种调料 红油腊子 在我们四川 只要有家的地方 就有红油腊子 现在我们开始熬制香油 所需要的菜有小葱 大葱 洋葱 香菜和老姜 现在等它慢慢的熬制 好 熬制断生以后 现在我们开始倒入香料 香料有 桂皮 香椰 芭蕉 小茴香 炒锅 花椒 一起倒里头 等它慢慢的熬制 熬干 熬出香味 碗里面加入粗海椒面 细海椒面 奶椒粉 芝麻和少许的盐 这一步相当的重要 我们把高度白酒淋上去 更有效的激发它的香味 把它和匀 避免一会儿炸腐 炸至金黄 炸干 之后把香料捞出 好 起成油温 分三次下鱼 第一次 激发出香味 还要第二次 抹过辣椒 第三次把油温烧至八成日 再次淋入 哇 真香 一道火红鲜亮的红油辣子 制作完成 浸至油碗就可以使用了 一道火红鲜亮的红油辣子制作完成 这次把油温烧不断 很明确 您知道 这次把油温烧不断 在那里做出的 油温烧地 变成油温烧地 变成油温烧地 油温烧地